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跟大家解释清楚 也让大家对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个了解 尤其是最近这个新冠病毒肺炎 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免疫系统的话 那么就比较我们讲比较难照顾你的身体 也比较难保你的命 因为你如果对这个免疫系统很了解的话 很清楚的话 那么你全家人都可以讲可以健健康康 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的这个主题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看这个screen OK 那么今天大家来认识我们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 那么也通过认识这个公司神奇的这个山竹混合果汁 加上我们这个risella 那么来了解一下到底它怎样帮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家还记得吗 在三月份 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这里 开始已经感受到这个新冠 这个病毒 这个肺炎来到我们这里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慌张 不懂要怎样 也不懂怎样去预防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了解 以为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然后来到这里呢 大家都 哇手门脚乱了 真的是手门脚乱了 然后政府也开始MCO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想尽办法 去看怎样提高免疫系统 怎样能不得这个病毒 所以当时的数据 我们也看到 在外国 中国先开始 过后呢就到了 法国 到了西班牙 到了欧美国家 然后过后就到了这个美国 到了印度 所以当时这个数据 我们都已经很吓人了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左边这个图你看到 当你被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 那么它会把你的肺破坏 然后你照X光的时候 你会看到整个肺都寄水了 所以到最后你如果严重的时候 病发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就好像一只鱼啊 你把它拿上来 它不能呼吸啊 所以最后病人会这样痛苦的 挣扎到死掉 这个是非常吓人的 从来我们没有看过一个人的死法 是这样辛苦 所以当时这个东西一来 每个人都很慌张 我记得八月份 我也是有下去啊 这个ZOHO 还有这个福庸那边去跟大家分享 这个产品 当时我记得我的数据是8月24号 8月24号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全世界已经有 2329万人得到这个肺炎 当时的死亡人数呢 是80万 大家听好哦 80万人死了 在全世界 当时在马来西亚 8月25号的疫情呢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有9000 9000多人得到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 死亡人数呢 125 大家不懂还有印象吗 当时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就是美国 500多万 巴西300多万 印度300多万 这个是在8月24号 其实8月24号差不多8月回来要9月了 这个是昨天的这个数据 大家看到吗 现在全世界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人数已经达到6500多万 也是一样 美国拿第一 排第一 已经有1400多万人得到这个病毒感染 印度呢 957万 差不多要1000万 大家知道1000万是什么概念呢 马来西亚人口有几万 马来西亚人口才3000万 印度已经差不多要1000万人得到这个病了 巴西呢 648万 马来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真的是吓死人 从8月20多号 8月尾到今天12月头 差不多短短两个月多 你知道我们今天多少人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吗 接近7万人了 已经超过7万人了 死亡人数也376个 就是一倍了 一倍了 大家看回刚才那一个数据看到吗 马来西亚 在两个多月前才9000多人 看到吗 死亡人数125 今天呢 已经达到7万人了 达到7万人 死亡人数376了 7万人是什么概念呢 7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大家看这个 也是昨天的数据 在全球的排名 全球的排名 大家知道中国当时很严重 全整个中国都管制都很严 尤其是武汉那一边 当时到今天 总共整个中国的 患病人数才8万6千多人 今天马来西亚已经7万人了 大家这个7万的这个概念要很清楚 其实蛮严重 在马来西亚现在整个疫情是蛮严重的 在我们身边 每个人都要很小心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今天你多有钱都没有用 现在也不是比有钱 比你读书很高 也不是比你很有权力 你是做大官的 现在其实大家在比的是什么 大家在比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现在谁的免疫力抵抗力强 那么谁就是赢家 今天你的抵抗力差 你的抵抗力很不好 很危险了 连出一个门都要很小心 不然随时随地都会被感染到这个病毒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今天最重要比的就是免疫力 所以今天这个课题就是让大家明白 什么是免疫力 什么是免疫系统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提高这个免疫力呢 大家知道这个新冠肺炎是怎样传染的吗 应该都有听过了 COVID-19 COVID-19 其实它是一种病毒 病毒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 细境应该有听过吧 细境 如果今天我们吃错东西 我们卸肚子的话 这个是细境感染 然后今天我们感冒 多数我们感冒 好像我们家里的小孩子去到学校 学校有人感冒 那个小孩子在打喷嚏 在咳嗽 所以他会通过这个空气 把这个病毒传染到你家的孩子 所以这个叫病毒通过空气传染 如果在公众场所呢 比如讲这个 MOT 或者在公共场所 shopping center 或者是这个公共巴士 人 挤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病毒就更容易传染了 大家看右边这张图 其实我们每一天 在跟人家讲话面对面的时候 你如果用放大镜来看的话 根本就是这样的情况 看到吗 日本的科学家 它有用一个紫外线 红外线 它有测试 在一个房间里面 当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它的病毒的 传递 那个空气中的东西 是怎样传来传去 非常的吓人 你看到你也怕 所以尽量跟对方 能保持一公尺是最好 然后在这个极端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医院 尤其是医院这个地方 目前原本都是病毒很多 吸进很多地方 医生他们 服势在那边做工都要打抗生素 所以今天你如果抵抗力很差 你去到那个地方 又很多人有这个病毒 所以更容易感染了 所以尽量要避免这个病毒 跟细菌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伤口 通过我们的壁纸粘膜 还有我们的大肠小肠 我们大便的时候 还有这个 如果有注射还是有输血的话 有这个我们讲 这个 插入性的这个检查 尽量避免 所以我们的皮肤呢 其实是我们人体的 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尽量身上不要有伤口 这个是第一个前提 今天你要保护你不受病毒感染 最重要的就是 保护你的皮肤 尽量不要割伤 不然的话很麻烦 如果真的有伤口 真的是要照顾到那个伤口 疑惑了你才出门 或者就要处理到很好 包起来那个伤口 不然的话你只要给 激进跟病毒有机会 进到你的身体过后 大家知道病毒的繁殖 是很吓人的 你看到这张图吗 从左边 到中间到右边 你看病毒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看到吗 你知道他们是多快吗 从左边到右边 这样子你看一下他的数量 他其实是以秒来计算 他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在复制一只变两只 两只变四只变八只变三十二只 就是以二倍数这样子来增加 很吓人的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因为他可能就跑到你前神了 今天有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 到底我们戴口罩有没有 可以预防这个病毒 有效吗 戴口罩呢 看你戴什么口罩 其实戴口罩主要的功能呢 是保护我们没有直接面对到这个口水啊 对方的口水啊 病人的口水啊 病人的唾液啊 或者空气中真的是那个病人刚刚走过的话 你戴口罩它肯定是有效可以预防 但是它不是100%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到今天我们戴的普通口罩呢 其实它的孔呢 比起病毒的那个身体呢 可以讲是我们讲小物 小物见大物明白吗 我们很难想象到底病毒有多小 大家看中间这个叫N95的口罩 这个口罩呢 是医疗就是医生在用的 医疗的口罩 而且它这个是很可以讲是医生戴最好的Quality 那么最好的Quality呢 它的洞口呢 它口罩的孔洞呢 都是有这个叫300nm 300nm就是300nm 300nm 它的最小的洞都300nm 大家知道细径有多大吗 细径呢 它长得多大 细径是6000nm 所以戴口罩一般我们可以 挡住这个细径 不会跑进我们的这个壁纸 可是病毒呢 就没有办法100%预防 为什么 因为病毒才长得多大只 病毒才60nm 所以你的洞口比起那个病毒 它根本是可以进来的 大家看右手边这一边就很清楚了 这个是真实的比例 我们口罩的孔洞呢 比起这个病毒你看到吗 病毒还是比较小它可以进到这个口罩 所以在前线的衣服的人呢 他们其实是很伟大的 他们根本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虽然是穿着口罩 穿着最好的口罩N95 在跟病人做治疗的时候 他们都有很大的机会感染到 当然他们还有加上其他的这个太空装的服装 就比较安全了 那如果是我们一般 如果没有这个知识 以为带着医生用的口罩到处走的话 也是有机会感染到病毒 所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提高你的免疫力 才是万全之道 真正可以100%对抗这个病毒的方法 就是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基本上口罩是 我们普通的口罩呢是 还不是很安全的 来今天我们就讲到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了 主角了 大家看到这些图片有什么感想 看到这个即时细胞吗 长得像什么 昆虫这样 是吗 有看到吗 这个叫即时细胞 然后过来 再左手边再过来 看到中性白血球吗 中性白血球 差不多它功能跟即时细胞一样的 看到什么病毒来 吸进来就把它吃掉 好像我们打游戏机这样看到吗 一直在吃着那个病毒看到吗 一直吃着那个病毒的 中间那一个叫自然杀手细胞 就是那个orange色的 这个叫自然杀手细胞 它附在什么细胞呢 它附在癌细胞 这个自然杀手细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 它的工作就是每天在身体里面行罗 看到癌细胞就把它攻击 看到癌细胞就把它杀掉它 如果你的免疫系统正常硬做 它就会做这个工作 如果你的免疫系统低下 你自然杀手细胞的数量 或者它的活动力不够 那么今天你就很容易得癌症 所以有很大的机率得癌症 跟我们的免疫系统低下也是有关系 再过去看到这个T细胞 这个是叫T细胞 再过来就是叫B细胞 B细胞你会看到它外面有个清晴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抗体抗生素 B细胞它本身 它就是会制造这个抗体抗生素 所以那么这一只一只的 到底在我们身上哪一个地方呢 它遍布我们全身 它只要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都有 在我们的体液里面都有 在细胞里面都有 细胞跟细胞的那个体液它都会有 明白吗大家 这些细胞每天在保护着我们 那么这些细胞是从哪里做出来呢 它也是我们身体 从我们的肝细胞分裂出来的 在我们的血就是我们造血的时候 从骨髓 从我们的大腿骨最多 从我们的骨头做出来的 我这样子讲大家明白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来我们看这个图就很容易明白 这个免疫系统是怎样硬做 当我们的皮肤不小心被割到一个伤口的时候 有看到吗 你会看到当我们身上不管什么地方 只要一有伤口 因为我们的空气中是充满细菌病毒的 只要一有伤口 细菌病毒肯定自然会跑进来 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不管你躲到地球哪一个角落 我们的空气中都是充满细菌跟病毒 所以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病菌 它可能是细菌可能是病毒 当这个细菌病毒 这个病菌轻度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内部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做工了 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这个叫中性白血球 它会把这个细菌看到吗 直接吃掉 直接给它吃掉它 当如果这个病菌不是很强的话 我们的第一个精对中性白血球出来 就可以直接把它解决掉了 就可以保护住我们了 可是如果这个病菌很强很厉害很多 数量很多 这个时候如果中性白血球打不赢它 接下来即食细胞它也会出来了 它会帮忙 两个细胞在帮忙对抗病菌的把它吃掉 这个时候如果即食细胞可以解决这个病菌 那么我们这个伤口就不会发炎 就会马上疑合了 这个时候如果病菌很强 连中性白血球跟即食细胞也打不过它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派出这个叫T细胞 T细胞的工作是什么呢 T细胞的工作就好像一个情报员 他出来看一下 哇到底是 我来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病菌这么强 连中性白血球跟即食细胞都打不赢它 他会来看出这个病菌长得怎样 他也会认住它 锁定它 记住它的形状 然后他回去呢 告诉谁 回去告诉我们的中央系统 我们的B细胞 就会跟着这个T细胞给的information 那个信息开始做出对应的这个抗体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Y型抗体 就好像飞镖这样 就会直接B细胞就会做出这些抗体 这些抗体就好像飞镖这样 会直接射到这个病菌那里 直接把它杀掉 大家要听清楚 我们人体里面最强的武器呢 就是这个Y型抗体 也就是好像炸弹 我们讲的炸弹来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这个Y型抗体 做得够的话 基本上不管吸进病毒进来的话 我们都可以把它杀掉 所以今天最强的武器呢 在我们的免疫系统 在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 就是这个Y型抗体 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制造这个Y型抗体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知识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环境 然后从小我们一伤风感冒 就整天看医生吃抗生素的话 大家就要小心了 当你一直从小到大 就一直依赖抗生素 或者是你家里的小孩 整天伤风感冒 你就给他吃抗生素的话 会造成什么后果 会造成你的身体的B细胞 它做不出这个Y型抗体 它做很少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一生病 你不能自己疑惑 一普通的感冒 你都要吃抗生素来对抗 所以在长大的时候 好像现在这个COVID-19一来的时候 你真的是很难对抗这些病毒的 所以尽量能让自己做抗体 尽量自己做抗体 尽量不要吃进来 我们都讲了 身体严重的是最好的 所以当矽禁病毒进来 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细胞 在跟它打仗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战场呢 肯定是打仗到很激烈 对不对 然后我们感觉到的情况 就是那个地方会红 然后会烫热 有时候还会肿到很厉害 有时候还会痛 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叫发炎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为什么伤口会发炎 为什么会红肿 为什么会痒会痛 因为就是 细菌跟病毒在里面打仗 然后有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伤口 它会有那个龙 知道吗 大家有看到什么 我们叫Nana 有看到吗 那个龙 有时候是黄色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龙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龙其实就是 我们的免疫细胞 跟这个病菁的尸体 他们死伤惨重 他们的尸体 就会变成那个龙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龙呢 会被我们的即死细胞吃掉 或者如果那个龙很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用针刺破它 把这个龙挤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减轻我们的 这个免疫系统的工作 然后那个伤口就会更快的移合 这个是正确的 在自然疗法里面 当我们身体看到有龙的时候 是可以把它挤出来的 不过要挤干净 你要把龙挤掉 血水也挤掉 黑血挤掉 红血挤掉 挤到透明的水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叫干净 这个时候你的伤口会很容易移合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图 这样的解释 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 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讲运作的了 我们再看一下图片 让你对这个免疫系统更加印象深刻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四中性白血球 看到这几张图吗 这几张图不是画出来的 这个是真实在显微镜里面 所拍出来很珍贵的这个图片来 这个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就是并镜 然后看到 看到吗 它马上会变形 它是一个变形虫 它会把它吃进去 然后用它体内的酵素消化掉它 这个是四中性细胞 我们讲四中性白血球 右手边这边呢 我们叫做免疫细胞里面的 叫即食细胞 Marcofarm 即食细胞呢 它有很多触角的 它身上好像霸导仪这样 所以它会把身边的病菌呢 通过它的触角 把它捉进来 然后把它吃掉 看到吗 这些都是即食细胞 然后低细胞 它就严严的一粒 它就是刚才我讲了 它会看看什么病菌进来 它是情报员 它会去收集情报 然后呢 去告诉 告诉我们的这个 B细胞 告诉我们的中央系统 那么免疫细胞 就会 整个免疫系统 就会针对病菌的情况 然后告诉B细胞 要做出什么 外形抗体 免疫细胞 这个低细胞 如果失调的话 如果出问题的话 基本上很多病菌 这个病毒 跑进我们身体的时候 身体不会做出反应 包括普通的感冒 所以艾滋病 就是一种低细胞 失调的一种病 它连什么病菌 跑进身体 它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很多艾滋病的人 到最后呢 艾滋病的人 最后就死于这个普通的感冒 因为它叫做 肢体免疫 力失调的一种病 B细胞 是这个 可以生产外形抗体的一种细胞 记得 尽量少吃吸药 少吃抗生素 不要滥用抗生素 如果你常常吃抗生素 你的家人常常吃抗生素 那么大家的免疫系统 这个B细胞做抗体的能力就会 非常的差了 这个叫做自然杀手细胞 NKcell 就是刚才我讲的 它会行回前身 到处找癌细胞 看到癌细胞 就把它杀掉 所以有些人也讲 当你免疫系统强 你不怕 什么病都不怕 包括癌症你都不怕 这句话没有错 因为它身体里面有这个自然杀手细胞 帮你消灭癌细胞 还有免疫器官 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 就是最主要是骨髓 我们的骨头 大家知道我们的骨头是造血 对不对 所以造血出来的时候 也是做很多这个叫红血球 白血球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的源头 从这边做出来 其实免疫细胞 刚刚生产出来的时候 它还不会打仗的 听懂吗 它好像一个新兵 它不会拿枪 不会拿子弹 不会装子弹 它需要送去我们身体的 这个免疫器官的一个叫兇线 这边受训练 训练过后 那个免疫细胞才会打仗 所以这个免疫 这个兇线也是很重要 所以在小孩子的时候 他的兇线都不会发展到 发育到很健全 所以小孩子的抵抗力 永远是低过这个成年人 老人家是因为这个免疫器官 已经退化了 所以每次讲这个病毒一来 谁最要先照顾 就是老人与小孩 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比较差 反而是大人成年人 他的兇线比较成熟 他是一个好像我们讲兵营 他可以很快训练出很多兵去打仗 所以这个信息大家要懂 扁桃线啊 还有这个皮障啊 还有这个淋巴结啊 还有这个蛮肠 这些都是免疫器官来 都有他的工作 所以大家尽量我们讲保持严状 听懂吗 有事没事 尽量不要随随便便把它割掉 在以前的医生 医生还没有这么发达 他们医生有时候很好笑的 当做一个手势的时候 他会顺便把你的盲肠割掉 会把你身上的很多 皮障一肿大就割掉 一到淋巴结一阻塞就割掉 扁桃线发炎也割掉 不可以乱乱割掉这些器官 我记得我十多年前 在新加坡做空的时候 以前有个同事 他只是一直 熬夜池睡家班 然后整天喉咙发炎 扁桃线发炎 没有想到医生就跟他割掉 很奇怪 发炎发炎就把它割掉 那么割了五年过后发生什么事呢 五年后他的整个 因为扁桃线是负责头部的免疫系统 他割了这个扁桃线五年过后 他就长了脑瘤了 所以身体的内障尽量不要去乱割 大家都知道 如何提高免疫力 我们的生活作息也很重要 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第一你要有充足的睡眠 这个是没有的讨价还价 如果有机会睡个七八个小时 最好 真的很忙没有时间 你都要睡到六个小时 超过六十岁的老人家 他们每晚五个小时就够了 然后下午有机会 就睡半个钟一个钟这样 小孩子如果有机会 就给他睡十个钟 这个是我们讲 睡觉是最好的补药 有听过吗 身体没有睡觉 你吃多少补品都没有用 精衡的营养当然很重要 身体的营养谁 他要什么原料 没有的讨价还价 他要的原料你要给他 材料要给他 你不给他 他根本做不出这些免疫细胞 他没有原料 他不能让免疫细胞去打仗 没有能量去打仗 运动 如果有机会 要去运动 现在的人都很少运动 要流个汗 好像中马票 对不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 在家里都可以做一些运动 什么运动都可以 只要你有动 就可以整个血型团会走动 免疫力也会提高 这个是有根基的 尤其是会计划你的免疫系统 当一个人有运动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容易被感染 一个整天躺在床上 在沙发看电视的 肯定很容易被病毒感染 因为他终于讲的气血都不流通 血型团都不流通 他很多废物不能排掉 垃圾太多 在身体里面行团 毒素太多 他肯定免疫力比较差 因为整个身体忙着 把那个能量去处理排毒 他根本没有机会去 把这个能量去对抗病毒 所以有机会做一些运动 稳定的情绪也很重要 这个是肯定 当你一直正能量 一直想好的东西 你一直很有积极的心态 去帮人去做你的事情 当你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脑电波处于这个 奥发波我们讲 这个身体的状态 是免疫力最高的时候 大家记得 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是最高 你身体的修复能力 是平时的两三倍 大家记得 所以尽量不要常常发脾气 发脾气 身体就产生毒素了 你的免疫力就下降了 听懂吗大家 所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能吃什么产品来帮到他 在D&G 我非常推荐大家 一定要喝这个三足混合果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三足混合果汁里面 它有20多种水果的精华 它几乎可以提供我们身体 最重要的营养素 还有很特别的就是这个三足水里面 那个三足皮 三足皮 吹起出来的这个叫三铜 这个Zenton 它是可以直接把细菌煞掉的 大家听懂吗 包括我们讲 变种的超级细菌 这个三足皮的这个Zenton 它是可以直接把它煞掉 那么对于病毒呢 病毒它杀不掉 但是它可以引致它 就是说它可以病动那个病毒 当病毒跑进你的喉咙的时候 你有吃三足果汁 那个三童可以把它锁在这边 好像点蟹道这样 不给那个病毒跑来跑去 懂吗 然后等你的免疫细胞来 即使细胞 是中心血球来 它就会把它杀掉 等你的Y型抗体一来就把它杀掉 它不会这么快感染到前身 所以三足水里面这个三童它的作用是这样 我们这包三足水呢 一条有4299的抗氧化值 基本上在市场上是算最高的 那么抗氧化值越高 肯定这个 它的对抗免疫 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跟 杀掉这个病菌的作用 对抗这个病菌的作用 肯定是更高 大家记得 要多喝在这个时间 小孩子最尽量最少都要每天喝一条 或者两天喝一条 12岁以下叫小孩子 大人呢 最好是有能力两条到三条每一天 你真的有喝到两条到三条 我告诉你你出门做什么事情都放心 至少我们讲是一个保命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三足水 你喝了没有 等样喝 很方便 你可以这样撕开 当果子来喝 直接喝 或者你可以放在杯里面 加一点水 然后做果子 天气热 你可以丢一下冰块 可以丢一下冰块 可以帮助到深深的 如果家里有很多人来 有家里有什么活动节目 你不用再泡那个红花水汽水了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班单叶煮汤水 然后把这个三足水倒几包下去 你就看几个人 你就可以做整桶全家人喝 所以全家人在这个时候一起可以忌讳 一起可以提高免疫力抗病毒 也不用怕彼此互相感染 听懂吗大家 大家可以去这样子来喝这个三足水很方便 那么三足 最重要就是 很特别就是它的皮 有这个叫Zendon 三桶 它可以帮我们 提高这个免疫力 对抗这个病菌 包括这个病毒 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 其他的水果它没有这样多三桶 那么这个三桶到底能做什么 有没有机构去做研究呢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大学很多国家都在做这个研究 都已经证明这个三桶是很特别的 尤其是新加坡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有发表一个报告 他们新加坡的科学家成功从三足 提炼出一种可以对抗超级细径的抗生物质 简单来讲就是从三足水里面提炼出抗生素 所以这个抗生素呢 可以对抗超级细径 不管你变种 怎样变到怎样 它都可以把它杀掉 这个很吓人 台湾的医生 博士也研究到三足水可以灭掉癌细胞 西方的科学家也是 发现到三足水可以让癌细胞 自己杀自己 日本的科学家也做过一个试验 他直接这个 YouTube 你们可以找得到他的这个影片 你打一个三足水抗癌 他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日本科学家的这个研究 他拿了一个容器 里面有一万个大肠癌细胞 过后呢 他滴了一滴三足水的这个精华液 24小时过后 癌细胞死光光 非常的 这个经人这个这个报导 如果你有去书店买书 你也会发现到很多书 开始讲解这个三足水可以提高免疫力 三足水 三竹皮的这个三童 可以引致病毒 看到吗 然后 病毒 不管什么病毒 有肝炎病毒 艾滋病病毒 那个带状炮疹病毒 心流感病毒 H1N1 包括那个SARS病毒 包括感冒病毒 包括最新的这个 冠状病毒也是一样 三足水 里面的Zenton 可以引致他们 不给他们跑来跑去 大家要听懂 所以今天你有喝三足水 你走到外面大街 就好像你带了很多把机关枪 来对抗这个病毒 今天你也可以选择不喝三足水 你可以去吃香蕉 去吃普通的水果 去喝苹果汁 那么他的结果呢 就好像你拿了一个小刀 出门去对抗这些病毒 对抗这些强盗 真的是看你的选择 那今天如果你选择三足水 那么就恭喜你 你就好像拿了很多武器 很多这个导弹啊 大炮啊出门 因为他可以帮你提高你的免疫力 来对抗这个病毒 听懂了大家 记得出门前要喝三足水 喝三足水在我们公司也卖了整八年十年 我们非常多的见证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抗氧化的见证 有便秘的见证 修复细胞的见证 有看到改善皮肤问题的见证 也看到这个骨痛热症的见证 这个很重要 很多在我们公司 股痛热症见证太多 多到数不完 而且都是有这个报告的 他们很多进医院的时候 他的血小板一直这样 上不来 甚至医生也没有办法 甚至有些在紧急病房 所以我们的 遇到我们的会员呢 每个人都懂 只要带一盒三足水进到医院 每一天给他喝十条 三天把这盒喝完他 基本上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个病人他的血小板都会提高 都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我们已经很出名了 这边要给大家知道 骨痛热症是由蚊子传播 那么它也是一种由病毒传播的疾病 所以骨痛热症三足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新冠病毒肯定也是没有问题 大家要有信心要多多吃 也有很多糖尿病的见证 癌症的见证 那么今天 如果你 尽进能力还迎席 在我们DNG 你还可以吃多一个产品 来提高你的免疫力 对抗这个病毒 这个产品叫做Dicela 我们讲西兰花菜粉 这个西兰花菜粉就很特别了 它已经属于是另外一种科技 高科技的一个保健品 它叫做营养基因 所谓Nutri Genomic Nutri Genomic的这个产品 它除了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激活细胞自我的防疫功能 其实每个细胞都有自我保护的 它有几千种几百种数不完的这个功能 人类还在研究它研究不完 包括还有自我排毒的这个功能 自我解毒的功能 所以今天你有吃到Dicela 它这个产品是直接可以 进到我们细胞里面的DNA 它不是对抗这个病毒去杀这个病毒 它是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的DNA 把我们的DNA里面的开关计划它 好像开一个switch 那么全身的免疫力就提高了 它是内的 然后三足水是对外的 直接杀病毒的 如果你可以内外一起服用的话 那么你免疫系统就更强了 这个西兰花对人体有什么反应 它对排毒对慢性的肺炎 记得听懂大家这个肺炎 西兰花本身对肺炎的疾病 肺的疾病都非常有帮助 包括一些文明病 代谢综合症 包括一些脑的疾病 自闭症 包括UV症 包括我们讲这个 Parkinson 它都有帮助 凡是脑的 因为脑的产品不多 能进到脑细胞的产品不多 除了Zingo Biloba 银性液精华之外 就是这种DNA的产品 DNA的技术因为分子特别小 它才能进到脑细胞 不是普通的产品都可以进到脑细胞的 所以你有吃这个西兰花菜粉 肯定对你的免疫力有帮助 那么低兰花菜粉 这种Nutigenomics的产品 我们讲营养基因水的产品 它是可以修复我们的DNA 然后DNA强壮的话 你的病毒呢 它就攻击不到你的这个DNA 大家知道病毒 冠状病毒它本身是一个 好像灰尘这样 它本身只有这个RNA没有DNA 它需要进到我们的细胞 用我们的DNA的蛋白质去复制 它好像一个寄生虫 所以它当它进到你的细胞 如果你的细胞壁给它穿破了 它进来你的细胞的时候 它会怎样呢 它会放出这个叫RNA 然后好像一个剪刀 这样去剪你的DNA把它剪断 然后拿来复制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吃这个Dicella的话 就好像你的DNA有这个我们讲保护网 好像有练了什么金钟罩这样 它剪不断 所以由这样的这种理论呢 跟这个技术来保护你的DNA 不受破坏 西兰花菜粉主要是修复你的DNA 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你 这个是比较高科技的 它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叫转路因子 我们讲身体细胞里面有个NRF2的那个比较复杂的 所以它会加强细胞的DNA受损的这个修复能力 跟Dicella呢我们也很多见证 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文明病 什么身上有长得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吃了这个产品它会自动跟你调理 它会激活你身体的细胞 然后去对抗你的健康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讲说Dicella呢是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保健品 非常适合现代人有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是不懂吃了什么 做了什么东西 身上的这个疾病也是奇奇怪怪 有时候连西医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你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你要找Dicella Dicella会跟你自动调理 它会开你的细胞的这个自我防疫功能 找出对应的方式去解决你的健康问题 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有机会两样一起吃这两个产品 通过这个每天一包Dicella 两条三足水 你就可以很健康 提高免疫力来对抗这个病毒 这个是保健 保健量 然后帮你解决一些遗传病的问题 如果你要做调理的话 你的量要稍微加多一点 就是每天要两条Dicella 四条三足水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配方 你吃了120天过后 你再去化验检查 咽血做健康检查 你肯定会发现到你的状况 肯定改善了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分享 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这两个产品 来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 希望通过这个分享 让大家可以更认识你的免疫系统 让大家在这个 我们讲这个 特别特殊的状况下 真的要提高免疫力才来保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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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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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